在原有有科博士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我们主要讲一下,HES的设计价格以及它是怎么工作的,它的设计的一些流程之类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总结和展望。 这个项目是发生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有过一次事件,就是说大量的数据就是被那个黑客攻击,黑客热索坑壁等之类的,结果的话大家就是觉得,哎呀,这些大数据的集权都在云上,而且的话很多都没有开启科博士认证,或者说根本就是任何认证都没有开启,直接暴露在公网当中,所以的话就是,这是非常威胁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案子,这是前几年大家解下来的,仍然是还有好多的大数据集权,它直接就是暴露在公网当中,就是黑客还是可以利用它的一些特点去攻击它,就是拿取它的数据进行勒索之类的。 他们是怎么会攻击这个集权呢?就如果一个集权没有安全认证,就是没有认证这一块的话,他们主要是通过两种攻击方法,第一种攻击方法是通过服务冒充,服务冒充的话主要是,比如说一台机器我起起来配置好了,我认为我自己是Dekano的, 接着的话,它那个Cluster,它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不是Dekano的,它就认为它审核格的,就是让它加入了。 接着它加入了之后,它就可以接收它Limino的或者其他的Service,发给它一些数据或者请求之类的,它就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就可以进行任何操作。 还有一个种是用户冒充。用户冒充的话,同样是通过Client去冒充一个SuperUser用户。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SuperUser用户是Harduk或者HGFS。 Client如果创建一个Harduk的User去访问Harduk,比如说他浏览数据可能还比较安全一点。 他如果说直接把那个里面的目录其实给删掉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Harduk的Cluster,它在安全下其实是主要有两块工作。 第一块工作就是认证这一块,认证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Kobos是那个被网关认可的,就是说大家不用这一个。 接着的话它也是Harduk内置的一个认证的方式。 这样的话就是说Kobos它是一个协议。 它这个协议的话有很多的实现版本,比如说最原始的MITKobos,以及微软的AD,以及我们这个Harduk, 其实它也是一个Kobos的实现版本。 只不过我们对它进行了改造,我们兼容了它并且对它进行了一些扩展。 然后就是一个受传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认证完了之后,就是我要告诉一个用户,我要告诉那个Cluster,我是一个合格的用户。 并且Cluster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用户之后,Cluster才会根据你这个用户有的传线去,让你访问。 比如说我要浏览某个目录下的文件,Cluster看到你这个有这个传线之后才可以让你去浏览。 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我们Hass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们以后也会在里面加入其中的一些,就是认证的受传的一些工作。 现在的话像那个Cloud Area的Apache Century以及Hunterworks的Apache Ranger,其实它都有做一些细化的工作。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两个结合起来之后,对那个Harduk的Apache就是有一个保障。 现在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Hass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主要是发现它现在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客户式,认证官司它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企业当中或者互联网公司,不管哪个企业它其实本身都存在一个认证系统,就是优服的生活认证系统。 不管是在哪里,比如在Aldel,Myserco,以及等等,就是Tipers之类的。 就是说它们都有一个认证,用户的身份认证系统。 但是如果你要Evable Kerbos的话,你必须在那个Harduk集群的Kerbos当中也存在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当中要存一份,就一份一模一样的,就跟你的企业的数据库的用户信息,一模一样的一份信息。 这就存在一个拷费,以及互职,以及同步的一些过程,就是会增加这个认为的成本。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Java,因为我们Harduk生态圈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用Java实现的。 所以Java它本身JIE其实是有Kerbos支持。 但是JIE里面的一些,比如说SASO,JSN API,它里面的都是把它延长掉了。 你根本就没办法对它进行感动。 就是说你想扩展它的一些认证方式,其实是你没办法去感动的。 而且的话它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就是说没有扩展性之类的。 第三点就是说如果你要Evable Kerbos的话,其实你会增加很多的,很多的那个步骤。 比如说它部署的时候,它可能很多配置之类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对用户而已,其实Kerbos它只是一个协议,或者说应该说是一个认证的通道。 这个通道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用户能够在无感知的情况下,就把它认证这个事情做完了。 就不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些过程就被隐藏掉了。 像比如说那个现在原有的Kerbos的话,它是需要用户去, 比如说是先有一个P-Table文件,或者说是先有一个密钥, 你需要先进行一个P-Net的命令,之后本地有一个环境之后, 你才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都连起来, 之后就是比如说我在Hardun肯敲一个命令,比如说Hardun肯 FS-LS。 这样的话就是用户就不要去做其他工作了, 就不要先去P-Net执行一个命令,再做其他事情。 就可以跟原型一模一样。 好,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系统的架构。 这个架构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右边开始讲。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Hardun肯定的Client。 我们其实Hardun肯定的Client就是它包裹了一个HAS Client,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HAS Client。 这个HAS的Client的话,第一步的话, 我们其实是会去拿HAS Client里面去, 它去收集一些用户的已经配置好的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的Password, username。 这些信息收集好之后, 它会去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那个地方主要是一个Token的认证和一个PTC。 就是科北,我这里可能要提及一下科北这个项目。 刚开始也说了,我们这个HAS这个项目, 其实已经共性到APAC科北。 对,APAC科北也是我们英特尔一直在做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加把版本的Kerbos实现。 它是APAC Directorate的一个级项目。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像3.0以后的Hardun肯定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Mini KDC, 其实是已经用了APAC科北的Simple KDC。 所以的话,它其实是已经在那个广泛使用的一种, 像Kerbos的协议的那种加把实现。 接着的话,就是说,在上面的那个地方, 我们会把一些用户的信息给包裹成一个Token, 把它转换成一个Token的认证方式去连接, 所以我们在左边这一列,全部的这一列是公司的, 比如说公司的某一个认证系统, 不管是什么认证系统, 我们都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Token认证的系统, 就是Token认证的方式。 就比如说我里面, 呃,传的是一个, 就假设我们是在LDEF, LDEF里面, 在LDEF里面可能有一些用户信息, 我们就把它转换到一个Token, AUS Token里面, 这样的话, 转换到AUS Token里面之后, 这个科北KVC, 它就可以识别这个AUS Token, 就可以,如果认证成功的话, 就是左边这一列认证成功的话, 它就直接返回给那个科北KVC, 让它去选一个Kerbos认可的一个Ticket, 接着的话, 就是可以拿到这个Ticket之后, 其实可以进行后面的工作, 就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对它的Kerbos的感造, 其实是对它前面的那个身份性的一个, 就是前面, 其实Kerbo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有很多步骤的, 就是说它, 我们直接对它前面的拿取, 拿取TGT的一个步骤进行了改造, 后面的步骤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拿到了大家都可以认识的Kerbos TGT之后, 就是它就可以访问, 就可以进行后面的工作, 就可以继续访问它的工作。 我们设计的时候, 主要有三点的那个, 三个关键的点, 就是四个关键的点, 第一个关键的点呢, 是我们的Hadoop Service, 就是Kerbos的话, 如果Hadoop要启动的时候, 它, 所有的Service, 它都是要认证之后, 它才可以启动的, 就是说, 所有的Service, 它私心都要拿到一个, KDC88的一个TTAB, 才可以启动。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的话, 还是跟原新的Kerbos的认证机器一模一样, 就是说, 我们还是使用那个TTAB, 去让它那个登录。 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对它的改造的话, 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 让它能够一键部署, 就比如说, 我能, 比如说你给它一个, 呃, 用户的, 用户需要的一个集群的那个, 呃, 节点, 以及节点, 每个节点里面的Service是什么, 我就可以, 这些一个工具, 把你这些TTAB全部生成好, 生成好之后, 部署到所有的节点里面, 这样的话, 就可以大大简化, 可以简化部署。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嗯, Hadoop的用户, 还是可以使用原新的, 认证方式, 就是说, 我们是兼容科博士的, 两些认证方式, 就是说, 我们兼容Password的认证方式, 也兼容Keytab的认证方式, 当然我们还提出一种新的认证方式, 这种认证方式的话, 就是基于Plugin这种方式, 就是可以把你已有的认证系统, 给结合起来的认证方式, 就是你随意选择。 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这种认证方式, 其中的Plugin方式, 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实现, 你们公司有什么认证系统, 你们就自己去实现这个Pugin, 因为我们的接口都非常简单, 后面都不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们只要实现两个, 两个类就可以, 就是把它部署上去就可以了。 第四点的话, 就是说, 基于这种新的认证方式的话, 你们就不用去拷贝一份, 你们原有的认证系统里面的一些认证信息, 我们可以去到Kervos的认证系统当中, 这样的话, 就简化了一些认证的成本。 这个是一个流程图, 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来走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比如说, 我们还是举那个, 刚刚那个浏览那个, 哈都可数据的一个例子, 就是哈都可数据的一个例子, 就是哈都可, FOS-LS, 我们用户感知, 行完这个命令之后, 到底做了些什么。 用户虽然没有感知, 就是他们是, 可能直接就返回结果了, 但是, 我们里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走一遍。 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我们那个, 在那个, 最上面的时候, 最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哈都可看一看, 就是HadoopShare, 会调用HadoopClient, HadoopClient, 再, 会调用他的HasClient, 他会调用一个logging的module, 因为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他们会用那个KWloggingModule, 我们对他进行了感召, 就是说, 我们会使用我们这种新的认证方式去实现, 接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lientClubing, 和ServerClubing, 这是一对, 每一个, 每一个Clubing, 就是每一种认证方式, 他都是以成队的出现的, 你需要给他那个, 生计一个type, 就是说, 我到底是什么, 一样的认证方式, 接着的话, 我们要用这个ClientClient, 它主要的工作, 就是说, 我去环境变量, 或者配置文件,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你去拿取用户的信息, 最简单的情况下, 就是我在环境变量里面, 拿取用户信息, 就是比如说, 我拿到之后, 我就把它往那个Token塞, 塞满这个AuthToken之后, 我们就, 其实差不多就是看的,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信息往HTTPS, 通过HTTPS往Server段发送, 这个整个后面, 这个是HatServer, 我们的Server段, Server段的话, 它主要就是, 会把这个Ticket, 把这个AuthToken, 把这个AuthToken, 发过来的AuthToken, 发给Server的Plugging, 这个Plugging也是, 大家就是给公司, 自己实现的一个Plugging, 这个Plugging的话, 回去交由你们自己, 已经存在的一个认证系统, 去认证, 到底这个用户免密码, 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是对的, 我就发回给那个, 把这个AuthToken, 发回给KTC, 就是科北KTC, 让它取A15个正常的, 那个正常的ColossTicket, 如果说它, 这里面发现, 诶,我这个不对, 你那个身份, 没有验证正确, 我就直接报错了, 我就, 我就把这些, 报错信息, 直接原路绑回, 让它说, 哎,你这个没有认证成功, 你需要重新认证一下, 呃, 我们还是说到, 如果认证成功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是, 发发了一个, ColossTicket, 拿到这个ColossTicket之后, 我们还是, 通过HCTPS, 返回给, 返回给我们的, 那个HastClient, 以及那个Hast, HastTicketClient, HastTicketClient, 拿到之后, 它可以继续走Login的步骤, 等到它, 真正Login成功之后, 它就可以反过, 那个HastTicketClient, 这就是一条命令, 那个执行完的过程, 呃,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就是一个, Kine的Plugging, 右边这个是, Sew的Plugging, Kine的Plugging, 和Sew的Plugging, 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Type, 那个Login Type, 只要你订一个, 比如说, 我订一个, 我是用, 呃, LDAB, LDAB, 这种认证方式, 我订一个, 这段话就是, 两边要一样, 这段话就是, 它因为它主要负责的是, 把你, 把你, 你的用户, 就是客户端那些用户的认证信息, 包裹在那个, OFT Token里面, 就是它去莫屈一些, 认证信息的一个步骤, 像那个, 这边的Sew的一个, 就是它去认证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把认证这个过程, 不是, 不是去那个, 特别KTC去认证, 我们是让这个, 发电进来的一个认证系统, 去认证, 它到底有没有成功, 呃, 所以, 实现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起来, 接着在图案端, 你设置一个, 比如说, 我LDAB的一个认证方式, 接着就是, 如果你持新一条命令, 它就会去走, 它就会去走你这条路, 就是这条你, 你配置好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发电的认证方式, 像一个公司, 它可能有很多的认证方式, 它可能有Password的, 或者LDAB等等, 用户的话, 如果说不同场景, 可以选择不同的认证方式, 它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配置好之后, 就是, 如果LDAB的什么配置, 它就走哪条路, 这样就可以, 可以, 可以那个, 把那个, 你也有的认证方式, 也不连接起来。 接着我讲一下, 我们后面, 做什么工作, 呃,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 我们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大数据, 按大数据集权的, 大部分, 那个component, 它都可以支持了, 就是说, 呃, 可能有少量的, 可能还需要一些工作, 其实大部分, 我们都已经经过, 测试验证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opensource的地方, 是在它的那个, 就是, 阿华西科美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一个指向, 就是一个分析里面, 在叫做Hex Project,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给例子, 我们所以, 暂时让那个,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 那个Hex Project, 这个是回动性的, 接着就是说, 我们这个merge的过程, 或是, 阿斯均的过程, 主要是在那个, 和Masker的过程里面做, 而且我们现在, 已经接近尾程了, 现在的话, 就是说, 社区里面, 已经在考虑, 就是说, 是不是哪个能够给, 阿里面就这样, 这样的话, 就是, 可以把Hex的工作, 就是完全放到, 那个release版本, 当中, 大家都不能动起来, 对, 我差不多就是, 讲了这些, 后面会有, 阿里面的波超, 讲一下, 他们是怎么, 把我们这个Hex, 在他们的集权里面, 用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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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那个, 来自阿里面的波超, 我画面一条学员, 然后, 我今天会给大家, 带来的分享是, 关于这个, 我们之前, 跟英特尔人员, 一起合作的时候, 把Hex用到我们的, 安全体系里面, 然后, 我们里面的话, 主要会介绍一下, 他的安全和实验, 在我们的, AFSRDB for HBase,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个版本的, HBase上面一个, 安全实验, 今天的演讲内容的话, 大概会分这几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说, 会简单的, 对比一下, APA型HBase, 和我们的, AFSRDB for HBase的, 一个安全的, 一同, 然后, 第二个模块, 主要是会, 大概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 HBase的, HAS的, 就是HAS, 这个框架的一些, 优化, 安全的一方面, 的优化, 然后, 第三就是一些, Output summary, 首先, 大概会介绍一下, 这个, 现在大概, 我们大概看一下, 大概总结了一下, APA型HBase在安全方面, 做了一些, 一些事情, 一些ACL, 以及, 如果我们走, User他要走HTTP, 或者说, User他要, 通过外面面去, 看HBase的一些信息的话, 他会, 走这个, HTTP, S, 进行一个, 页面的一个, 一个信息的浏览, 第三个, 就是一些, Kermis的一个认证, 大概是, 那么几个模块, 然后, 是这样的, 然后, 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 MSRG, 和安全的一个策略, 首先, 第一个, 我们是向下, 建成所有, AmakiHBase的一个策略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自己在, 自己会有, 有这么几个, 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 做了一个, 网络的隔离, 第一个, 我们自己一般, 在网络上的话, 会有, 这么几个类型, 第一个是, 传统经典网络下面的一个, 集群, 以及一个VPC环境下的集群, 这样的话, 对于, 公网, 和, 公网和, 经典网络, 以及, 各个VPC, 不同VPC的用户的话, 他们之间的网络是做不合理的, 那么, 你如果想要, 进行一些安全的攻击的话, 算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些白名单的机制, 比如说, 这个机型的话, 你会设计一些白名单, 哪些白名单, 是可以允许, 放我们的FPS的机型的, 哪些是可以的, 这是一些物理, 在ECS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除此之外, 我们自己还会, 基于HATS, 做了一个, 优化的一个, 认真的一个, 一个体系, 然后, 再就是一些, 向下兼容的一些, 啊, 自己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这样的, 嗯, 这样, 我们来举个例子嘛, 因为我们今天, 主要是会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 7月, 7月HATS, 做了一些, 安全性的, 安全性的事情, 那么, 我们主要讲, 认证相关的事情, 那认证相关的事情的话, 我们如果走台统的, 刚才也说了, 刚才, 我们先举个例子, 如果用户要自己想要, 呃, 能够, 用HATS的话, 他有, 巴巴巴巴, 中一坨, 想要做, 想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要用, 用HATS, 或者说, 用ABS, RGB, Face的话, 他只要做两, 两步事情, 就可以走完, 这一条, 那么, 除此之外, 对于用户的话, 我们的理解是, 用户在安全方面的一些, 体验, 涂调的优化的话, 最基本的, 它是有一些, 非常安全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 你的数据, 在游户上面, 分分钟很轻易的, 能够被别的用户, 或者黑客, 能够取到, 这样是, 我们不能够容忍的, 最基本的安全, 安全特略是需要做到的, 第二部分是一些, 呃, 成本, 比如说, 你这个群, 如果補助起来, 或者说, 用户使用起来, 它的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它的用户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那么, 这也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 然后在一些性能相关的事情, 呃, 如果, 比如说, 你做了一次logging, 消耗的资源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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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会消耗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会很麻烦的话 那么也是不能够容易 但是我们自己从这么几个方面 逐渐的都做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层面 能够满足一些比较好的体验 大概这样的 然后 第二个我们画手画 会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HAS在认证方面 做了哪些 具有是2万天的一些优化 首先我们的代码是从 HAS的分支下面 切开一下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 稳定性和各方面的一些定制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 为什么我们 云上的HAS 会选择HAS做这么一个 合作的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Coverseys only means to enable Hardware security 第二个是 它能够 向下建认了所有的HAS 自己现有的一些安全的 或者说Hardware 现有的一些安全的一些策略 第三个是一些 如果用户 或者我们自己 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非常麻烦 可能要 你使用起来的话 要挂好几个小时去固域这么一个环境的话 那就会比较 比较麻烦 第三个 就是说 用户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很便捷地去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它一些扩展性 刚才佳佳也说了 它会派出一些可定制的一些 plugin 基于这些东西 你可以做一些各个模块 比如说很便捷地接入这个认诊系统 你可以有账号密码 也可以有IRGAP 各个方式 然后再就是一些性能 性能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点 然后就是一些它的运维成本 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 然后我们 我们综合所数 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系统 然后这是 接下来我们会 从这部分几个模块去介绍一下 这个大概是 左边的话 左边的话是HAS 现有的这个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流程 然后这个右边的话 是我们 我们在鱼上 应用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 一些修改 当然 大部分的模块 是跟HAS 现有的情况 是兼容的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共一分 这么几个模块 有一些安全和实践 一些 我们详细的大概的 列出了这个 账号密和密码 这个体系的一些应用 然后一些 我们做的一些高可用的一些 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 我会看到 从这个 这个这个 原有的看到是 HAS 他自己默认的情况下 他使用的 首先 就是说 从左边来看 他 他HAS 一个client 然后 你先要跟HAS的server 去做一些交互 然后HAS server里面的话 如果有穿上的账号名 和密码体系的话 他会去 默认的情况是 一个DB里面去取数据 然后 默认的情况是MySQL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些 方案 是把这个 这个MySQL 换成了一个 多阶点 或者三阶点的一个 存储的一个系统 一个 类型的 一个backend 那么 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我们在安全和时间上面做的一些事情是 这里 这里HAS的话 它会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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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一个多阶点 这里我们取三阶点 因为 因为传统的SUV 就是三阶点 那么 我们做了一个三阶点的架构 最初是初始的时候 我们会 在那边 我们会 从 会有一个更正书 拿到各个 使用 最开始 我们把这个HAS 做成了一个三阶点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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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每个 结点自己会 就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 结点 然后 里面会 客 用 用 用户 然后上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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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跟一个 一个 一个 多阶点的一个 方案 然后 完成了之后 Clienter 会先 做 STPS 跟任意的一个 一个 训练 一个 交互 然后 完成之后 这个 这个 会跟后面的一个 多阶点的一个 存储 进行一个 认证 或者 login 的一个 认证 完成了之后 他才会再跟我们的 Amazon GP4H Base 进行一个交互 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 我们这个整个价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他做了一个 HAS Server 做了一个 因为以防 我们用户在传统的时候 做一次 如果单纯的用一个 单阶点的模式的话 那 login的时候 首先第一部 跟HAS Server 就 就 就 链接不了了 那后面的 再做 跟HFace 或者别的 Hadoop的一个系统 做一个 交互动化商 也是不能够 进行下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在HAS Server里面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HOST G HOST 一个 白名单的一个 其实 是 这跟我们自己 MZRDB for HBase 这个白名单 是KeyHead 是一个 独立的 机制 然后我们自己 使用了一个 Plugin 也 据 它的Plugin 的一个 交互模式 使用的是HTPS 然后我们 基于这个流程 我们自己再做了一些 强iPhone的一些 机制 包括我们做了一些 加研 随机可配置的 加研算法 然后 在此 它这个模式 是跟 跟传统的 TURPS 一个 这个协计是有向下建议的 从此之外 我们做了一些 便于Depro 和管理的一些 运维工具 当然这些 一些 一系列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后面的话 也会 选择部分 会进行开源 开源到社区 这就是一个 大概介绍一下 整体的架构 那么我们现在 从一个单几点的 一个模式下面 下面下面 下面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介绍 介绍一下整个 大家的一个流程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这个 强调一下 这个 这个存储这个 这个Storage 已经做成一个 一个多接点的 一个 方案 就是这个 实际上 我们先 大概捋一下这个流程 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 我们账号密码的 一个体系 当然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 一些体系 我们现在单独的 已经应用到一个 大概生产环境的话 是 使用了一个 账号密码 和密码的一个 使用体系 我们自己 实现了 HES Client 和Server的 Plug-in 模式 首先 用户 他自己在 使用这个 HES 或者我们这个 认识系统的话 他自己只需要 自己获取 知道 最初的自己的 账号密码 这个账号密码 是在 你购买这个 群 或者说 准处化这个 群的时候 是会 自己做一个 一个 完成之后 用户 用户 在做初次 logging的时候 会 拿到自己的 帐号密码 当然还会带上自己的 本期的 host 他跟 HTPS 和 HTPS HTPS 跟 HTPS 交互 H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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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 进行交互 拿到 里面存傅的 一些 原信息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 认证 包括一些 加盐 或者说 一些算法的 认证 在这里做认证 完成之后 才会走下一步的 跟TKDZ 进行第二次的 交互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 这里我们 我们在 市场环境中 我们实现了 一个 账号密码 一个管理机器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 有一些其他的 可配置的 灵活的 Plugin 的一个 别的模块 当然这里 就先会介绍了 然后 我们 接下来 着重介绍一下 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 在云上面 我们选择了一个 自己实现一个 多贴点的一个 HES的存储 存储的一个 解决方案 因为 首先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那条链路的用户 如果一条请求下来 到了 首先 HES的Server 是多贴点的 一个解决方案 它是多活了 它是HES了 但是如果 走到后面的 那个DB DB是个单贴点的话 这样也是不行的 如果 所以我们 当时 拿到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有想过 是不是可以把 MASICR做一个 多活的一个 双准备的 方案 但是 我们总结下来 考虑的话 在云上 使用 自己实现的一个 基于加班尔 实现的一个 多活多决定的 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 第一 它是便于部署的 因为 我们在 整个集训的时候 如果 使用 MASICR做一个 一个搜索的话 它的一个部署还是比较 比较麻烦的 特别是 如果使用了一个 主备的一个 或者说三极点的 一个解决方案 它也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们自己 在代码里面实现了 在HES这个 server里面 泪嵌实现了一个 三极点的 以及多极点 或者是多极点 因为传统的更多是三极点 多极点的 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它比较 第一 它比较便于 便于在云上 做部署 第二 它是一个 多极点的 一个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 它跟 首先 还有一个 我们用户 如果在 请求这个 后端的 server的时候 请求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它常见的 请求 都是一些 GAT Insert 或者Select 也就是传统的 KV的一个模式 那么 如果是一个 传统的KV的 数据的话 这种模型的话 那么 用类似 一个 一个 多极点的 KV的一个 存储的话 也是可以满足 用户的需求 不一定是需要 用Masico 或者是 其他的 关系数据库 除此之外 它的 资源开销 也是我们可控的 我们把它配到HID 里面 在线上 我们配置的是 128M 大概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 它的整个 请求的性能 也是能够满足 我们的需求 所以 我们综上所述 第一个是 部署 第二是 资源开销 第三是 SA 第四是它的一些 性能是可以满足的 所以我们综上所述 我们选择了一个 自己实现的一个 多界的一个解析方案 这我们举一个 用户的一个 例子 这也是我们之前 在生产发机中 遇到的 就是说 现在会有 用户 他会 有他们这么一个 背景 他会选择 使用我们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系统 之前有 这么一个客户 他们自己 就是说 在云上买了一个 购物云买了一个 HVS 机群 这个机群 它会有不同的业务 业务一 业务二 业务二 业务三 他们共同的去 都具有这么一个 就具有访问这个机群的 那么一个能力 但是呢 除此之外 他们的整个机群 他们的整个公司 或者说 他们购买这个 他们的出口的一个 IP 都是一个统一的 不会是 这个机群 用的是一 他购买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 ECS 他出口是 IP1 IP2 IP3 他们有的背景 他们具有一个 统一的出口 IP 那么 具有一个统一的出口 IP的话 他想要 如果是用户一 他买了这么一个 机群 他想要自己 能够访问这个 机群的权限 但是 他不希望 二和三有 但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这么一个认证的话 用的是一 他能够访问 对我们现有的HBase的话 他自己 HBase的新层面 他会有一个 白名单机制 但是 他们由于是有一个 同一的出口IP 他的白名单机制 是不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 把UZ2和UZ3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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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希望 UZ1 可能就需要 他会有一个 一个 认识的 一个系统 他自己在 自系统里面 有自己的一个 账上名和密码 除此之外 UZ1 他也不希望他自己 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自己要做一些 很多的配置 比如说 传统的 Purpose MR系 这种方案的话 自己要配一些 可以 有些东西 整个流程会比较麻烦 他也希望自己 使用这个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他如果用了 我们的HAS 的话 他就可以自己 对于这个集训的话 他有自己的一个 账上名和密码 自己做一次 Logging UZ3和UZ3上 就是不知道的 一个东西 在桌子之外 对于传统的一个 私有云的话 这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 规避别的用户 使用的一个方案 第三呢 就是一些 我们的一个 AutoLuke Summary 大概会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个模块 会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 传统的 Apaq Apaq HPS和Apaq RDB HPS的一些区别 Apaq RDB HPS 做了一些 网络合理 白明单的机制 以及基于HAS 做了一些 安全和性能 一些 优化 除此之外 我们自己的HAS 在HAS 做了一些 HAS Server 还有自己订队了一些 Plug-In 当然这个Plug-In 也是基于用户的一些需求 做其他定制的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 今天的演讲大概就是这些,如果用户有什么各种课,有问题的话,可以就现在。 我们先有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好像有点藏实。 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听下来,我理解这个HES的最大的使用场景, 是不是,在兼容老的公司账户体系的时候,可以让老的公司账户体系的用户, 在沿用老的用户密码体系的时候,快速接入HATO. 对,如果你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账户密码体系,认证体系, 如果你们想要,比如说,搬到云上,想要让自己的,你们的改动量尽量的少的话, 我们可以,我们里面因为它这个 plugin 是可以可定制化的嘛, 我们可以很,就是几样代码的事情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会给你发挥一个client,因为这个client也ok的。 好,谢谢。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 iSpace的一个丁丁的群,当然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微信, 大家可以加想,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来再进行更换。 好,到了,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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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是桑,我是RG麒麟的名字和平坊。 我可能一年大多到处在推介我们麒麟,可能很多人已经见过我。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已经在用麒麟,或者说了解麒麟呢? 那么,了解的各区,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这套的收藏。 不错,大概有一半多一些的朋友已经知道麒麟。 那么,这次也非常荣幸来参加HBase Conference。 我们之前有种事在美国的HBase Conference去介绍过去。 那么,这次在北京,那么我们跟一种,因为麒麟是Hadoop, 以及HBase生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舰。 那么,我们麒麟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性能是, 大成多款是依赖于HBase这些高性能。 我今天的内容主要从这么四个方面, 首先我会来介绍一下什么是Hadoop, 主要是面向,比如说有些朋友拿开, 知道麒麟是做的。 那第二个方面,第二点我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当初我们选择了HBase和麒麟的充足引擎。 那么,接下来是,麒麟是怎麽样来利用HBase来服务于OLED? 那么,最后的话,我会快速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那么,麒麟这个项目发起是在2013年和2014年代的时候, 那么,当时我们在eBay,eBay是有很多的这个数据, 那么要服务于它的数百上千的这个分析市场队。 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说,Hadoop虽然说, 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主件,非常强大的这个并性计算能力, 但是它对于一些OLED的查询, 它们很难做到交互式的预约分析的能力。 那么,这个导致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数据, 那么采集在Hadoop虽然, 但是这个数据我们需要把它们加工处理完以后, 再找回到像Alco, 或者说TherData去供分析师, 然后再去分析。 所以当时, 因为已经是TherData的全球最大的能力, 所以每年它在这个TT上的分析是非常不贵的。 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这些分析还要从Hadoop再弄到TherData去, 为什么可能直接在Hadoop上来做这个交互式的OLED的分析。 那么,Hadoop虽然有非常多的准件, 比如说,I can produce, 有Smart, 有Face, 还有Hive, Hive也可以做Smart, 但是它们都是, 一方面主要是面向体处理的, 另一方面, 它是要难以给分析人员来使用, 因为它往往需要做一些重讯的采拔。 那么, 一方面, 一方面,